相信有很多曾经到中国旅游的朋友都知道 像谷歌啦面子书还有推特等等 只要一到了中国境内通通都用不了 因为中国互联网的审查机构呢 已经封锁了这些搜索引擎还有社交网站 不过国际媒体却发现 近来一些中国境外外交官在推特开设账号 有的甚至还非常活跃的发推文 那就引来外界的质疑 中国官员这样做不是自相矛盾吗 就对中国的网民公平吗 中国外交部昨天就针对这件事做出了回应 中国对境内信息封锁 但是境外的外交官却在推特上频频发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解释 中国外交官在境外开设推特账号的目的 是为了要和外界加强沟通推广中国 我们在一些境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 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对外进行沟通 更好的介绍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政策 针对有人质疑这么做似乎对庞大的中国网民不公平 耿爽认为中国的互联网是非常开放的 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 同时我们一向也依法依规管理互联网 中国政府对境内严厉的信息封锁 相信大家早有听闻 不过最近中国的境外外交官都纷纷开始推特账号 有的外交官还在推特上频频发推文 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重申中国政府强硬的立场 根据BBC中文网的观察 发现在推特上已经有55个中国大使馆跟领事馆的相关账号 那其中的32个账号还是在去年才刚刚注册的 而这些外交官的推特当中 又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 还有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最为活跃 作风最高调 就比如刘晓明他在这几个星期来就多次发推文 强烈批评英国建筑华为 参与5G网络的建设 至于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账号追踪者的人数 目前大概有2万人 而追踪者几乎全部都来自境外 驻守在上海的中国社场研究集团分析师卡万德就认为 中国外交官在推特上的推文 都是针对境外的互联网用户而开设的 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强势崛起 中国领导层也逐渐意识到 他们现在也是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所以他们有必要向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国际社会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 那不能只是让西方的意识形态继续主导世界的舆论 因此推特自然也就成为了 中国对外宣扬中国模式的重要网络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